134 香港經濟日報 應預算案中產企業減稅 2015年7月9日國際金融A16 黃進龍英國公布財政預算案 為20年來首份保守黨主導的預算案 主打向中產及企業減稅 削減福利開支120億磅 約1434億港元 並計劃調升最低工資至9磅約107港元 財政大臣歐斯幫助助斯均周三在國會公布財政預算案 把今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GDP下調0.1%至2.4% 明顯維持在2.3%不變 後年則上調0.1%至2.4% 政府承諾折省4,000億開支 以歐斯幫承諾今屆政府會計省340億磅 約4046億港元 開支 只在扭轉目前預算赤字佔GDP近5%的情況 維他營打預計轉規為營的年份推遲一年至2019-20年度 估計該年可享0.4% GDP盈餘 為此 政府須進一步削減福利開支120億磅 措施包括減低每個家庭福利份額上限 由原本的2.6萬磅下調至2萬磅 倫敦則為2.3萬磅 凍結工作人口福利4年 限制公務員未來4年加薪上限為每年1% 政府亦推出不少遺民措施 歐斯邦提出名為維生工資National Living Wage 的新規定 明年4月起生效 每小時7.2磅 約86港元 雇主必須遵守 將取代目前每小時6.5磅 約77港元 的最低工資 2020年前再上調至每小時9磅 掉600萬人受惠 工黨批評 生活質素變差政府由計劃向中產及企業減稅 將提高繳付40%較高薪諷稅率的門檻至4.3萬磅 掉位及2900萬中產及專業人士 並增加個人免稅額至1.1萬磅 企業利得稅亦將在2020年前減至18% 歐斯邦表示 希望英國未來五年由低薪、高稅、高福利轉向高薪、低稅、低福利 為工黨領袖下雅民 Harriet Harman 批評 預算案令工作人口生活質素變差 我們到達8.4萬磅